馬上帶您來關心到今年度的僑務會議 在今天登場 來自世界各地的僑務委員 今天齊聚到圓山飯店這邊 總統蔡英文 今天早上特別出席 來到現場致詞 來聽總統的最新談話 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在座的我們僑務界的領袖 在疫情期間 幫助我們僑胞朋友 度過疫情的挑戰 也在海外推動捐贈防疫物資 讓世界各國看到台灣良善的力量 那麼各位都是我們國民外交 重要的先鋒 我要告訴大家 台灣不只是走過疫情的挑戰 那這幾年來 我們也持續地進步發展 總統楊志良說 家暴變多你害的 怎麼看楊志良說 絕不道歉 嚴厲譴責 而另外一方面 總統剛到現場的時候 也被問到說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之前在上台的時候提到說 認為台灣的家暴會發生 就是因為台灣人 沒有辦法制裁到蔡總統 所以才導致家暴發生 這一番言論引發社會的批評 對子楊志良一開始是堅決不道歉 不過他昨天晚上發出了最新聲明 強調說 對曾經遭受家暴的人道歉 但是對於蔡政府 他是堅決不道歉 而且嚴厲譴責的 面對這樣事情的發展呢 蔡總統對面對提問 是沒有多做回應 似乎不願跟楊志良 多做計較